國外的股市或者產業的發展 新的浪潮裡面一樣是我們講大航海時代 海有時候平靜無波 有些時候有風浪 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們掌穩那個舵 但是你要有足夠的技巧避開風浪 這個不只是美商公司 台灣的公司也都一樣 但是回過頭來講 這些在科技領域裡面 立足好很多年的廠商 其實都是應付這些風浪的非常好的舵手 所以不用太替他們短暫的現象擔心 我們只要關心方向正不正確